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 小燕子飞来了 小燕子是来看我的 你跟小燕子很熟吗 当然 我是这个家的六哥哥 小燕子跟哥哥是闺蜜 不幸一问求有阿姨 不好意思 大家都说我家阿哥哥哥多 因为我有六个孩子 两男四女 爸爸六个有点多 越多越好 我是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 让我带你们走一趟 我过生育之路的古往进来 好耶 我们需要坐飞碟穿越时空吗 不 我们要回到新闻播报 我只听过时空隧道 没听过新闻隧道 来 拉着我的手 我们回到新闻隧道 Zoom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你爷爷那年代的黑白电视机 原来是讲这个样子 建国初期 我国政府意识到人口不断增上所带来的问题 因而提出了生育政策 生男或生女 两个就好 一个太孤单 生两个孩子刚刚好 后来政策又改了 我国正面临了人口租年地减的危机 政府鼓励人民生育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一定不会抢东西去排排座去果果 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 你再听我国生育率稍有反弹 政府持续鼓励年轻夫妇多生育 原来爸爸是继续政府的胜利政策 才和妈妈拼命的生啊生的 是啊 我也觉得我是个好公民 爸爸生孩子跟我们的传统有什么关系 简单一点说 父母的传统观念 是希望孩子能够传承家族香火 而政府就是父母观 自然也担心子民一代代减少的问题啊 少子少咯 孩子 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 我们的微资源就是人才啊 那我也是人才吗 是啊 少年强 这国家强 那爸爸娘努力占钱哦 因为你有六个人才要栽培 放心 你只顾茁壮成长 我和你妈妈负责赚钱来栽培你们 那我就放进正大了 咦 你在数什么 我在数爷爷奶奶生三个 大伯 姑姑和爸爸 是啊 三个 爸爸我们留在这里不用回去了好吗 为什么 我好害怕 怕什么 你想想 奶奶生三个 妈妈生六个 那我起不需要生十二个 这条过往进来的路真可怕 哈哈哈哈 你要是生十二个 你就比爸爸更厉害了 你就是个超级好公民了 十二个 扯扯闹闹闹闹的烦闹 你呀 就别起人忧签了 说不定 轮到你的时候 政府只鼓励生一个就够了 对哦 生日政策 边来边去的 就像坐过山车 那你可放心回去了吗 嗯 来 我们回到六个孩子的大家庭了 谢谢